在Iris弦乐四重奏的 宫崎君电影族曲演奏后 由台北市长蒋旺安 与台北市议员汪志斌 林信儿及林世忠等人共同揭幕下 由台版傅良也美称的 北投社三层起花海活动正式展开 三层起花海正式启动 哇 这回宾手推拉杆 也上任陈仙奇后 这片由16000株紫色薰衣草 及一串红十足四季海棠 营业局及金莲花等六种花卉 形成了漂亮景色 吸引许多民众拍照打卡 很难想象这里以前竟然是墓葬区 透过我们北投再生计划 还有北投生态博物馆发展计划 让我们这一片 从原本早期的墓葬区 转型成为一大片美丽的花海 让在地活化 我想这一部分要非常感谢 我们在地的议员 各位里长 乡亲 以及我们公务局同仁 大家共同努力 才造就今天热门打卡的景点 除了有漂亮花海 今年更以守护北投社的生态与文化指标 大观究为主题 在三层旗公园描绘出独具一格的花海风貌 让迈入第四年的三层旗花海 更具在地特色 实际走了一趟的蒋万安直夸 景色绝对不输日本北海道的富良野 这一次我们规划的花海 特别不一样 是这一次我们花海的腹地 刚刚影片也有看到 是一个大观旧的轮廓 所以我们这次定义叫做 救你来看花 救你来看花 所以我们希望在这段期间 大家可以告诉亲朋好友 利用春节 可以来这边走走 看看花海 而且也算走春 不过要以多彩花 会形成大观究图案可不容易 因为大观究是 二级的这个珍贵物种 本身就在这个 这个山域里面在活动 那它是高阶的这个 生态链高阶的物种 代表这边的生态系 非常的完整 那第二个是 那个文化的意涵 因为早期这边是平谱族 那平谱族早期在做旗语 或是祭祀的时候 他们的道具用的就是大观究 所以这也有文化的意涵 那我们选择它也代表早期对 这个北投社的这样子的一个意涵的产现 所以我们最后就决定了 用了今年用的特色是用大观究 那第二第三又如何呈现这个大观究 能够精准的像今天这么美的图案 是我们用精准的这个测量 在测量的这个技术上跟这样也做了 所以有这样子的意涵 这次公园出方面跟邀请地景艺术家 撒布格兆打造两座大型地景艺术 土地的爱及循环力量 融合对土地的情感也让花海更有文艺气息 我觉得这里是一个花海的一个 一个可以看花的地方 那这次作品是希望能够透过作品跟人 跟这片土地能够有一些能够有互动 为什么是土地呢 它还是取决于大地原来我们这边的高领土 回去做创作融合这个土地的 这个回去融入到它的专门 叫做土地的爱 那它造型是一个爱心 爱心就是代表我们土地的爱 旁边长出来了这个影响 就代表它的那个生命力 大片花海加上特殊的地景艺术 也获得国内外游客的肯定 只说如果整片鲜花同时绽放将更为壮观 我觉得今年的那个天气应该比较 比较暖一些些 开起来应该会很漂亮的 就是现在应该是还正在开 所以颜色没有那么亮 如果全部就是等到再靠近春天一点 全部开起来应该会很漂亮 三成期花海活动将持续到三月 从除夕到初六 还有一系列的打卡换好礼活动 台北市政府方面也与32间在地店家合作 推出御衣租借泡汤等优惠 邀请国人到北投走春 品尝在地美食 体验北投丰富的人文风情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